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新买的三株兰花 用两种方法简单的处理和简单的日常管理 以及最后的效果 先跟大家介绍这一株蝴蝶兰 因为它的花朵实在是太漂亮了 鲜眼的眉红色 花瓣有点裙边 并且比较活泼 同样的也是眉红色 这一种就比较普通的 两种花朵的形状是不是又不一样啊 另外这一株兰花的花朵有非常明显的白边 做点缀 整体来说花朵颜色比较艳丽 花形也很特别 很让人喜欢 又很便宜 才38块钱一颗 100块钱三颗 我因为是养在室内 家里养了很多兰花 没有地方放 所以就买了一株 如果有地方放的话 100块钱三株 非常划算 这块南花都非常健康 我神手拎那一颗跟很多也很清绿色 很粗壮 叶子油油亮亮的 一片的数量也不少 整体来说就是很健康很壮 另外这里还有两颗没有开花的 但是有花梗 有花苞 它叫红马丁 以前的红马丁卖的挺贵的 买120 现在大概是六七十块钱 就可以买到了 这里买了两颗 有一颗的花苞非常明显 有一颗的花苞还不明显 一片的数量也很多 最主要是它的根也是很壮 很清绿色 这两颗的根就没有前面那颗的多 但是也很壮 很健康 总体来说 三颗兰花健康状况都非常不错 接下来就分享处理方法 我用两种非常简单的处理方法 先处理这一颗兰花吧 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呢 很简单 平常喝饮料的这些瓶子 把它收集起来 废物利用 然后再用剪刀修剪 下面的高度 大概就是原本的水苔的高度 先这样子粗略的剪一下 再来进行修整 后面留下一块长长的 等一下有用的 大致是这样子 然后就把兰花 外面的透明套子去掉 你看它的根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壮 并且有春丽色的根间在积极的生长 接下来我会把这下面的这些 比较低的叶子去掉 然后我还会把它面上的水苔 给去掉 最主要是让它进步 生长点这个位置 露出来 让生长点这个位置通风 透气 一不容易产生筋肤病 二有利于根的发展 有利于新根的生长 有的时候会遇到容器的大小不合适 我会把容器的上面剪出一些口 再试一下能不能把兰花放进去 好像比较麻烦 然后再把这个口剪深一点 这样子就很容易把这颗兰花 带着植料放进去了 这样方的目的主要是浇完水以后 不滴水到我的地板上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这两颗红马丁 其中一颗 我也是用刚才的方法 非用利用 去掉最底下的叶子 或最上面的水苔 因为这一颗水苔和根 这一头比较小一点 刚好就装进去 不用剪口 然后我会用这种铝线 帮它做一个挂钩 这样子就可以挂起来了 红马丁做好的样子 这是两颗挂在墙上 花甲上的样子 接下来就是还有一颗红马丁 我已经把最底下的叶子去掉 最上面的进步这个位置的水苔去掉 大家看看这个 是我之前分享过的网板 上面加了一个铝线做的挂钩 这个钢丝钳 还有这个饮料瓶的下半截 也是非用利用 还有吸水扇 还有这个缝纫用的线 还有就是这个钳子做辅助用的 还有这个铝线 把水拆掉一边的下半截 这样子放上去 然后我会用这个缝纫用的线绑起来 绑之前要把这个吸水绳加好 接下来就要开始绑了 你可以用其他的线代替这个缝纫用的线 细一点就行 绑好了 大致就是这样的 最后把这个饮料杯下半截绑在网板上面 就是大致做好的样子 下面加了饮料杯 之前有分享过可以细水 更加预防水滴到地板上面 这就是做好的效果 花苞还不是很明显 第二颗红马丁 用纺上板种制法 完成了 这三颗新买的蝴蝶兰 回家的处理方法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那接下来 说说他们的日常管理 这三颗活跌兰的处理方法 虽然很简单 但是也有机会弄断根皮 所以暂时不浇水 明天吧 伤到的根皮就可以愈合了 就可以跟它浇水了 日常管理非常简单 前两颗的这种处理方法 等它的水苔干透了 整颗泡水 把水苔泡湿 然后把多余的水倒掉 就可以了 第二种 仿上板种制法浇水更简单了 它的水苔露在外面的 看得到 摸得到 水苔干透了 就可以拿去水龙头里 把水苔冲湿 然后下面的容器 可以加一些水在里面 吸水绳可以慢慢的吸上来 根部的水苔保持湿润 但根非常的透气 像上板一样的透气湿润 但又比较通风 根部也可以得到呼吸 所以照顾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施肥的话 就把肥料水淋透水苔就行 是不是照顾起来非常简单呢 处理好以后的第五天 之前的花苞又开了两栋 另外这一颗之前全是花苞 现在开了两栋花了 这个红马丁 另外这颗仿上板的 之前不太明显的花苞 现在非常明显了 它们的状态都非常不错 该开花的继续开花 该长花苞的继续长花苞 状态很好 这些处理方法又简单 长势很好 也很容易管理 你认为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新买回来的兰花的简单处理 日常管理 以及处理后的情况 好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